Amber呢?你會吸引了甚麼不開心的經歷 經常遇到很多地鐵欺負油 身體碰撞 人們會突然走得很快 但手就是這樣 現在很快… 不但走得很快 不是迫都會有這些碰撞 對,不是的,她會假裝撞到很多東西 突然撞到你… 那怎麼辦 我通常會走得快點,然後撞到他 你覺得最過分的一次 做了甚麼,你真的要發火 之前有試過被人偷拍裙底 那是別人的? 是普通的男人 我本身不知道,在玩電話 有一個男人跟我說 他在哪個站開始偷拍你 告訴我 我走過去問那個男人 我說你是否偷拍我 他說沒有 當時我又覺得我很生氣 偷拍我又不承認 還要被人看到,還要告訴我 我立即跟隔壁的人說 我指著他說,這個人偷拍我 然後叫到差不多有九個男人 衝過來圍著他 然後我迫他開電話 看有沒有偷拍我的照片 然後他就說沒有… 然後有一個男人搶了他的電話 我搶了他的電話之後就看 然後看見他的錄像 是有他、老婆和小孩 不,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你能不能遇到你老婆和小孩 這樣偷拍人 我說得很大聲 全部…不論男女都圍過來看 然後報警 然後人們就捉了他去… 保安處 對,保安處 然後就在那裡等警察來 對 最後你有看到嗎 最後沒有,因為他有偷拍我的 但那些偷拍沒有走光 所以就不成立 是一個… 就告不出他了 對,就告不出他 是過分的 對,很過分 就是這個… 真的不舒服 要提點一下旁邊的女生 就是特別公共交通工作 小心一點 不如遇到這些,一定要說出來 千萬不要不教你們 好,波波 太好了 謝謝… 女善門當然很怕有空下垂 腐雨等等的問題 我們當然很想知道 有什麼適合自己的內衣 我們找了一個專業人士來 就是黎顧問,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請發問,我們可以… 我想問一下 是否胸部一定要帶有鋼圈的 這樣才夠托力 我覺得不用 真的嗎 我覺得不用 因為我的胸部比較不大 很不舒服 我寧願穿健身胸部舒服一點 是,我的認知也是 通常是澎湃一點的 才說一定要鋼絲,旁邊托著 通常如果是正常或小一點的 是很少人用的 因為他們覺得不舒服 你… 你… 你一定要有鋼絲 你一定有鋼絲 我沒有鋼絲 你真是你 那我回答 其實兩個答案都錯 由大小胸部也應該要有鋼圈 例如小女孩發育 你看到她也會有胸底線 有弧度,對嗎 你穿沒有鋼圈的 她會慢慢地心吸力 她的弧度底線就會變形 就會變成沒有了那個弧度 至於你說為何會不舒服 想穿一些運動型胸圍 你會覺得舒服 因為這個乳房其實是沒有骨的 沒有感覺軟軟軟的 你穿上去按住,你會覺得很舒服 但其實長期就會將你的胸部變形 所以其實穿胸圍一定是有鋼圈 它先穩定你的胸脂肪 然後再根據你的力學設計 將你的胸部承托起來 配上肩帶就會比較好 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有肩帶是否真的會好很多 有肩帶一定會好很多 但肩帶也有分大小的尺寸 基本上有三個尺寸 例如1.3、1.6、1.8的不同的闊度 相對跟你的胸部的重量不同 會比較好一點 那小杯是甚麼尺寸 1.3,最少… 像這個一樣,最少也要這麼寬 這個是最基闊的 這個突然很粗 那金鱗真的要多寬 最低一點就是1.8 比你的頭 我要這麼大的尺寸 因為你要根據你的胸部的重量 比你的頭部的重量